在主耶稣的带领下 我们又来到主日 这一周 是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 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 为我们受苦 受害 受伤 受死的 一个礼拜 我们今天 再次来到诗人宝座前 我们要来思念 我们所得的恩 所得的福 因着父神爱我们 祂才派独生子主耶稣降世为人 祂为我们受尽了人间一切的伤痛 悲哀 甚至为我们死在十下上 求祢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回顾 在两千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地向着主 让我们再一次地数上 我们因信所蒙的恩 所得的福 主啊 我们今天也求祢 祢那恩手按在每一个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主啊我们特别为了张慧悠姐妹祷告 主啊他发烧 主啊求祢怜悯他 主啊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们身体上有疼痛 不管是脚的 手的 眼睛的 耳朵的 主啊 求祢都医治 因为祢说 祢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 主 我们相信祢所受的苦 祢所受的鞭伤绝对不会缓绕 主啊 我们今天明信来到祢面前 我们知道祢是我们祝福的缘作 我们要仰爱祢 我们要仰望祢 主啊 求祢这时候也随听我们 说出来或者没有说出来的祷告 我们也相信 祢随听我们祷告必然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祢的旨意必成就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家庭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主啊 求祢让我们 因着祢的话语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以智慧行事为人 使我们所行的能够以我们所蒙的恩相证 主啊 求祢让我们这时候能够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专注的灵 使我们能领受从祢而来的话语 我们这时候去年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祂的门徒将导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多尊与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对我们也识 今日是有了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人的在 不叫我们遇见失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力 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来 请坐 弟兄姐妹们 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讲 真言中的人生智慧 我们要来了解真言中的智慧 首先 我们要先认识真言中的做成 大部分的真言都是谁所做的 所罗门 我在学英文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 当时在讲那个形容词 其中持有比较级 还有平级 还有最高级 当他平级的时候 往往就又有一个SS 当时我学到的一个 我那一次学了一次就永远不忘 他说as wise as Solomon wise是什么 是有智慧 就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 所以所罗门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 有一些人讲他的智慧是叫做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那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呢 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 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大卫 大卫把王位传给他 那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 说你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 那作为一个年轻刚刚上任的国王 你要求什么 结果他就求了什么 求了智慧 他求智慧 祖罗门是这样说 你不忍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情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胃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王我的神啊 如今你使不忍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 但我又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土人住在你所拣选的名中 这名多的不可认住 所以求你是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名 能辨别智慧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 所以当时他向耶和华求智慧 结果耶和华喜悦了他的宝告 赐给他的智慧 然后他没有求的 他也赐给他 让他得福在各方面都蒙恩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求的东西如果是求的恰当 那我们所得到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他左罗门求智慧 神就把智慧赐给他 那我现在先问大家 什么叫智慧呢 智慧是不是说这个人读了很多的书 知道很多事情就有智慧 是不是不是 你读了很多的书 你知道很多事情 只能说你有智慧 或者说你是智慧动物 但智慧跟智慧是两回事 有一个定义 我比较喜欢 什么叫智慧呢 但是能够善用所学的知识 你学了还能够用 这就叫智慧 有一些人他读书并不多 他的知识并不丰富 但是他很会用 我们知道微软的创始人是什么 Bill Gates 然后我们苹果手机的创始人是什么 是Steve Jobs 这些人都是没有读过大学的 他就出来了 但是他能够 他的思想非常的灵活 他很有智慧 他学到什么 他就能够用 学以自用 所以那些是读到什么 硕士 博士 还有一个什么 博士后 这些人呢 他们的发明创造并不如他 所以他是一个应该讲 是有智慧的人 就从世界的角度来讲 是有智慧的人 就是能够把所学的用的 但是我们知道 人生并不是做手机 人生也不是做软件 人生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何用我们所学的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 这个叫做真正的智慧 所以在这个 所罗门的这个真言里头 他讲到各种各样的智慧 第一种智慧呢 是叫做诚实正直公义的智慧 大家跟我说 诚实正直公义的智慧 我说的很难嘛 大家没有办法跟我说 第一个是什么 诚实正直公义的智慧 有一些人觉得说 这些好像跟智慧没有关系 但是呢 在圣经里头给我看 一个诚实的人 你不要有一些人 一看到这个诚实的人 就觉得是他傻 是不是 我们往往讲 一个人老实就是跟傻子排在一起的 不是在圣经里头呢 诚实是智慧的一个内容 正直 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这个 正直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其实你没有智慧 你是没办法正直的 还有公义 然后再一个呢 可以分辨是非的智慧 大家再跟我说 可以分辨是非的智慧 能够分辨是非 这个如果不是神的灵 到我们里面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分辨 在圣经里头呢 所罗门的智慧呢 就表现在一个案件里头 这个案件后来 很多国家的这个故事啊 人家都是搬用 这个所罗门所断的一个案件 有两个女人在一起 然后呢 两个女人都生了一个孩子 在半夜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女人 把自己的孩子给压死 结果她这个压死的 这个女人呢 她先醒过来 突然间发现 她自己怀里的这个孩子 没有气 所以她就偷偷地把这个孩子 然后呢就跟那个有气的孩子 换过来 那醒过来的时候呢 那个妈妈 突然间看到自己身边的孩子 没有气了 仔细看不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回来 看到那边的孩子 说这孩子是我的 结果两个人就一直在那里争 最后呢就找到 他们两个人就去找到所罗门 那所罗门怎么断这个案呢 两个人都说这是我的孩子 怎么断呢 结果所罗门说好 好 来吧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孩子 叫卫宾来拿一把刀 把这个孩子贴 劈成两半 就分给两边 那个真正她的母亲 她说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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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宁可给她 不要把孩子杀掉 那另外一个她说好好好 就把她杀掉 OK 所罗门说 听了之后呢 看了之后她说不用 不用再吵下去了 肯定是那个 不让卫兵砍这个孩子的那个母亲 因为只有真正母亲的爱 你才会 就是宁可自己失去 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伤 所以这里是看到这个所罗门的智慧 她能够辨别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 现在这个社会 骗的 这个诈骗太多了 你们同意我的意见吗 OK 每天都有电话来 这是中国领事馆 然后呢 那个电话里头 你有一个邮件 整天就在那里面 我听说有一些人给骗了几十万啊 哎呀就是没有这种智慧 所以求神让我们有这种智慧 现在有些人说 你骗不了我 哎那些大家都知道了 骗不了你 但是那个骗子啊 他一直在更新他那个骗法 有一些人呢 一下子被骗了 我讲我 有一次被骗 在网络上被骗 如果说网络上他给你推销什么东西呢 你一般来讲有时候你都不会轻易相信 但有一天呢 接到有一个 然后你这个 好像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是从Amazon买的 突然间说 你在Amazon那里呢 订了三百块钱的东西 那我想我说 我都没有订吧 怎么做肯定是搞错了 他说你搞错 你搞错的话呢 你就从这里进去 然后呢 去把这个订的东西把它取消这样 合理吗 合理 结果呢 我就用他那个令一进去 我知道受到上骗 就是受骗了 为什么 他就要你什么 用你的账号 还有你的密码 你的密码就进去了 后来等到我 从这个管账进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上上受骗了 我马上再回去 赶快把密码改了 要不然下面呢 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 求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智慧 OK 智慧是非常的宝贝 有一些人说 智慧有什么用 钱才重要 是不是 有些人说 智慧看不见 钱才看不见 那圣经里头呢 告诉我们说 智慧比珍珠更美 这个珍珠都不足以跟他比较 然后呢 智慧呢 还有功效的 在真言的第三章十三节 他说 得智慧得聪明 这人便为有福 所以有智慧的人 可以说是有什么 有福气的人 OK 然后呢 再一个 他说 怀抱智慧 因为他就使你得尊荣 那这里又给我看到 智慧的另外一个功效是什么 让你得尊荣 上面呢是让你得福 还有一个 智慧人大有能力 所以智慧呢 还给我能力 再一个 智慧 凭智慧行事的 必能拯救 那智慧让我们怎么 得拯救 然后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会保卫你 好 我刚才讲了多少东西 智慧能够让你什么 得福 然后智慧让你什么 能力 智慧可以让你什么 得尊荣 智慧可以让你什么 智慧可以让你什么 得拯救 OK 还有一个 智慧能 智慧 智慧 亡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个皇帝怎么生气 我们知道这个皇帝一生气 可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他可能下一步就要杀人了 你可以让他把怒气消掉 所以你知道一个煽动人家 使人家生气的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人 一个能够使别人不生气的人 是一个什么 有智慧的人 那我们知道智慧有这么好 那怎么样得智慧呢 靠神 靠神 有一句话 我想这个也是真言里头的话 敬畏耶和华是什么 是智慧的开关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要有智慧呢 我们必须敬畏耶和华 那我们知道智慧的来源是神 那除了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有别的途径可以得到智慧 我来读这个圣经里头 真言里头有句话这样说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 让我们去看什么 看蚂蚁 我们最近办公说是很多蚂蚁 但我们看了之后就把他灭了 其实我们应该在那里看 看大家能不能知道智慧 那这里呢 他不是每一个人去看蚂蚁 都能够得到智慧的 他前面呢是有这样一种人 他说什么人看蚂蚁 就能够得到智慧呢 他说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哪一个动作 就可以得到智慧 所以你如果懒惰的话 那我们就去看看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从大自然里头可以得到智慧 从神主要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的 还有一个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那谁教导 神可以教导 然后人也可以教导 所以这里头我们看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愿意受别人教导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智慧 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啊很骄傲 别人一开口就说我早已知道 其实你仔细听 就是一个小孩子 他有时候都可以给你讲一些你自己不知道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三人 一有我师 对 OK 三人一有我师 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肯定 能够教你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在选择朋友的时候 要选择什么样的人 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 所以圣经里头也这样讲说 以既智慧人同行呢 也必得智慧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真言中的人生智慧 第一个智慧呢 那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什么 专心仰赖耶和华 OK 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说 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 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 依靠自己的聪明 那为什么我们不靠自己 好多人讲说什么都靠不住 靠自己最重要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要仰赖谁呢 耶和华 为什么耶和华值得我们仰赖呢 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 是智慧的开端 神创造哪里啊 天地 也创造了你我 你说神创造我们 是不是充满智慧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啊 现在那些医学 就是研究医学的人 研究了那么多年 还不知道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有些器官他知道 但有一些呢他根本就不知道 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呢 医生呢就说 这个狼尾 狼尾是没有用的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所以狼尾如果让你痛的话 把它割掉 是没有用的 但是后来呢 他们发现狼尾其实很有用 什么作用呢 我们这里 欧阳医生 狼尾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以前我们学的就是手没有用的 那我现在听说 他说跟免疫系统有关 有关系 所以呢是有用的 还有一些人 这个有些人一直的喉咙疼 然后他们就割掉什么 扁桃线 那扁桃线是可以随便割的吗 不可以割 所以好多东西呢 神放在那里肯定有用的 不会没有用的 所以他是非常的智慧 我们一个爱他一定不会错 那再一个呢就是说 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 有一些人说我是很聪明啊 有一些人呢 很自恋 觉得自己很帅 很漂亮 那有些人说哎呀我太聪明了 OK 我们的聪明呢 是非常的有限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以为聪明的事情呢 结果呢 误了自己 好多事情 是因为我们人无知 所以我们就自慰 自己聪明 就像那个青蛙在井里 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哎呀看出去 我这边天哪 哪一个脚脚落落 我全部都看清楚了 其实他不知道天外有天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有一次 有一个指挥家叫做托斯卡尼尼 他在指挥交响乐团以后 他演奏以后呢 哇观众就爆发出很强烈的这个转声 但是他这个指挥呢就转声告诉他们那些观众 他说你们算不了什么 大家一听 哇 你怎么能这样讲 然后他接下去 他说我也算不了什么 然后他接下去 只有贝多芬才是一切的一切 因为他们演奏了就是贝多芬的东西 那今天呢 我们用他这句话怎么讲 你们算不了什么 我也算不了什么 只有什么 只有神才是一切的一切 所以好多时候呢 我们人呢 一做 然后还骄傲 觉得哇 我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特别有些人在开了一个公司 哇 他觉得他在公司里头 他一说一话 要解雇谁就解雇谁 要让谁留下就留下 觉得了不起 其实 这个人呢 只是一时的 那真正能够再决定一切的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要提醒自己 我们的神才是一切的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耶利米苏这样说 依靠 我们一起读 依靠耶和华的水能复了 他向灾树不在地的水旁 也和来到 并不去靠 夜只能平行水 而且结果结果不成 OK 我们知道这个树 它靠的就是水 那如果是栽在水旁的话呢 炎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用怕 因为有这个水来做他的靠山 那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靠山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用怕 有一个姐妹她做一个见证 她原来是种茶的 种茶 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些记者 就去她查查 然后摘了她一些茶叶 就送去检验 检验以后呢 这个检验报告就发现 她这个茶里头的农药 抄标 那一抄标的话呢 那所有的那些茶商就不买她的茶 不买她的茶 结果呢 她马上就要破产 面临破产 她有两百多亩的茶园 但是这个姐妹呢 她是一个基督族 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因为人家检验的报告都是白纸黑纸 全部都铁定的事实 那怎么办呢 她就跟她的先生说 我们现在谁都靠不了 我们只能祷告 所以她先生跟她一起祷告祷告 所以祷告 他们联系祷告 祷告了七天 突然间 不知道什么 就这个人说在中国大陆 这中央二台呢 他们就过来了 那中央二台来了 然后呢 突然间 中央二台也把那个茶叶去检验 然后请了很多人去品查 然后中央二台呢 还把这个整个他们种茶啊什么 整个经过拍成了这个几集的这个电视 这个纪录片 然后这个一放上去 前面原来报纸里头讲她这个超标的事情 大家全部忘了 然后呢 它变成了后来呢 这个欧盟那边很多外商都过来订查 多么的奇妙 本来照人看啊 这个事情呢就是没了救 那要怎么救呢 又只有就是说去贿赂那些记者或者什么 让他们重新讲好话 但是这个姐妹呢她没有 她怎么办呢 祷告 七天之内他们没有去找关系 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 就跟她的先生在那里 祷告 七天祷告 结果神就开始做事了 很多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一生里头 其实有类似这样的危机 那危机来了怎么办呢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找人 不断的找人 不断的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我们就上Google去看 看看别人的书 看看希望从里头能够得到答案 但是有时候呢 看还好一看 如果人家给的那个建议是对的 那还好 不对的话就误导你了 让你下了办事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依靠神 ok 接下去我们看 我刚才讲说 智慧比钱财还重要 圣经里头是这样说 你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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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在虚无的钱财上 你钱财并长是吧 如意向天上追去 有没有碰到这个钱财并长 有没有 有 这个太多太多了 然后呢 我们看 钱财会随时失去 也是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才好在地上 地上有从事要能救来 也有罪光而能够 所以圣经里头呢 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钱财去 花很大的 我们去积财 然后钱财不是永存的 我前几天在这个微信上看到有一个人 东欧 在东欧的国家 几十年前在东欧流行的货币是什么 就是卢布 卢布有一段时间呢 是两块美金等于一个卢布 所以当时的人觉得说 我纯卢布最好 所以那一家弄了很多卢布 但是等到这个东欧那些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 后来变成什么 这个几万块卢布等于一块美金 这个你都想不到的 那这时候呢 就像这个钱已经飞走了 OK 再一个呢 是 有一些人说 我有钱我就有安全感 但是钱财不一定能够增加安全感 你相不相信 相信 有一个人中奖 有一个中奖 中奖以后呢 他能够随随便便在外面走吗 他不敢了 他要找保镖了 随时都有人要来跟他借钱 借钱创策好的 是有一些人呢 专门要来抢他的钱 所以 钱财是没办法给你安全感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再下一个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对待钱财呢 圣经教了我们 正确的金钱观是什么 我们一起读 中奖是正当职业 行老后的解采 老头是神圣的 使说神不创造天地 耶稣也说 我父母做事 是老父亲 我也做事 OK 所以 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他就是什么 他一直 在这个 他在这个世上 三十多年 他从来没有空闲过 他一直在忙 一直在做神的事情 所以我们 这个基督徒呢 我们 也不要 想说 哎呀 我坐在那里就可以有钱进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是 圣经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 要汗流满面 满的福 有一个作家 叫做福尔泰 他讲的更加的绝对 他是这样讲 他说 他当时是83岁 他说 除了懒惰人以外 世界其他的人都是好人 他讲什么话 他就说懒惰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OK 但是 我想呢 这个 有一点的道理 因为圣经呢 从来没有 没有说 懒惰人是 是对的 OK 然后呢 第二 圣经的智慧叫我们要正当的享受 勞动的成果 不是说不能享受 但是要正当的享受 还有一个 要记得 要遵照上帝的教导 什么 奉献周基 大卫说 我把从你而来的 献给你 要奉献 然后呢 这句话大家一起念 很多人都 更为有福 OK 接下去看 好 那在真言里头呢 他给我们对钱财有正确的观点 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而且呢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凭着神的智慧 要建立和谐的家庭 OK 我们洗读 这个神告诉我们这里 吃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要平安的在一起 不要相争 因为很多时候家里就是在争什么 在争什么 在争什么 谁说了算 是不是 这个丈夫呢 我一家之主一定要说了算 那太太说 我是 你是头 我是脖子 头又往哪里走 要听脖子的 结果呢 就一直争 所以这个战争呢 是 从有人到现在 但是 有智慧的 就不争 什么都不 在家里呢 千万不要争 一争肯定 会失去何其 然后 有这句话呢 他说 父亲 是儿女的荣耀 我们中国人呢 老是说 孩子要光忠 什么 荣耀主 让孩子给家庭带来荣耀 好像这里不是这样讲 是讲说 父亲 是儿女的荣耀 也就是说 我父亲要什么 做榜样 要做榜样 真的 你这个父亲如果 在行为各方面 能够做榜样的话 儿女呢就有荣耀 不要 对儿女呢就要求很高 但是对自己呢 就没有任何的要求 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我看了吓一跳 OK 好 那这边教到我们家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什么 夫妻相爱 夫妻相爱 然后呢 孝鸟人 犹太人有一个邮聚格言 OK 我们大家一起念 人出生死 人出生死不过是原料 用最原料造出最原料的人 来是父母的责任 所以呢 神把孩子做产业给了父母 他只是原料 但是以后要成为什么人呢 是我们的责任 有一些人说 为自己开脱 就说我在家里呢 我们家是放养的 有没有听过放养 放养 那有一些 我曾经在英文班里头教过一个课 就是有一些父母呢 他叫做 Helicopter parents Helicopter是什么 是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 父母就像直升飞机一样 那个子女到什么地方 他都在他上面 就是完全控制他 他在什么地方都离不开他的控制 那是父母神把父母放在家庭里头 我并不是说让我们去控制 而是让我们什么 去培养 去教养 OK 然后再一个第三 要什么 教进去 前几天 我跟这个福音广场的一个英文老师 叫做Gary 你们知道吗 我跟他讲话 他非常的激动 因为那天呢 生命树联谊会 我在这里讲了什么 讲了这个余夜节 跟什么春节 他在这里听 我想不到他听懂了 他听懂了 然后他过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有人曾经讲过 中国人是这个雅各 这个十二个孩子当中的一个 他说十二个支派里头的一个支派跑过去 然后创立了中国人 他说我去看他自己是犹太人 Gary自己是犹太人 他说我 他说我们这个民族里头的很多风俗习惯 观念 特别是家庭的观念 他说跟中国人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中国人讲究孝敬父母 犹太人有没有讲孝敬父母 有 他们有讲的 他们家庭观念是非常的强 一家人呢 都是互相帮忙 所以犹太里头的很多都是家族生意 所以犹太人非常的团结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根据圣经里头的 真言里头的教导 前不久我们在读经群里头 我们读完了诗篇 然后呢又读了什么 真言 好像诗篇跟真言呢 有很大的不同 是不是 那有一个人 那天跟我太太一起在看 他讲一句话我非常同意 诗篇是讲到天上的智慧 那这个真言呢是讲到什么 地上的智慧 所以呢一个人呢要平衡 你必须有天上的 你也要有什么 地上的 那地上的智慧呢 从哪里来 我们不需要去听哪一个哲学家讲什么 我们就看真言 所以好多人呢 一直有这样读经的习惯 因为真言刚好是三十一天 所以一个月基本上都是什么 就是三十一天 所以有好多人呢 就是每个月都是读真言 因为属地的智慧呢 我们时时要有 是不是 你每天就读 每天就读 一天读一篇 然后呢 这个诗篇呢也是从头到尾 看一遍 然后又再从头到尾看一遍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属天的智慧 还有属地的智慧 我现在跟弟兄姐妹提一个建议 你如果一直都没有看真言 或者没有看诗篇 从现在开始 除了你平时的读经 你就加两天好不好 第一天是什么 诗篇 第二天是什么 真言 我们是不是要做有智慧的人 是不是 我们要做智慧的人 那如果你要做智慧的人 智慧书都不愿意看 那怎么有智慧的 圣经我们在分类的时候 诗篇跟真言是哪一部分 智慧书 它就是智慧书 智慧书里头 有约国记 有什么 有诗篇 真言还有什么 还有传道书 还有一个什么 雅歌 雅歌 所以这些都是智慧书 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花多点时间去读 从神而来的智慧 从神而来的智慧 会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行事为人的时候 我们有智慧去应付所有的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掌美 感谢你顾念我们 你在圣经里头 把智慧书放在那里 他们是智慧的泉源 主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 常常去到智慧的源头那里 去寻找挖掘智慧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智慧 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或者听别人 依靠别人 或者依靠那靠不住的钱财 主啊 今天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看到智慧是从你而来 主啊 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 都能够在一起彼此勉励 也按照圣经里头的智慧 以爱相待 我们这样的额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起立我们来唱最后的首诗 谢谢大家